刚刚还靠肯靴子古腹的英国船员 如今却吃上了上等的鲜肉 这是船员们三年来吃过最丰盛的大餐 但他们的表情却充满了罪恶感 因为这些肉是从刚死去的同伴身上割下来的 在饥饿和袭击威胁的双层逼迫下 船员终究是踏过了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袭击彻底的黑化 他沐浴在北极的阳光下宛如披着人皮的恶魔 为了彻底打垮克罗泽 在其营地中安排了一个卧底侦察兵 谎称通过望远镜侦察到了新航道 而且容得下他们的舰艇通过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找回舰艇 要不了几周的时间就可以穿越北京 克罗泽欣喜若狂 火速带着船员前来查看 刚来到这里就发现周围除了冰川就是鹿子 丝毫没有看到航道的影子 刚拿起望远镜准备查看 那个侦察兵鬼鬼祟祟地逃离了人群 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被袭击派出的小队包围 其中一名船员不幸被当场打死 为了保全其他船员的性命 克罗泽命令爱德华放下枪 自愿当了希基的俘虏 临走前提醒爱德华 带着剩余的船员按照计划继续向南行进 如果侥幸活下来就会去找他们 当克罗泽被带到营地已经被打了遍体鳞伤 希基不禁感叹从前自己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魔物 如今却能和这个大船长平等对话 克罗泽对希基扭曲的想法嗤嗤以鼻 转头的功夫注意到了他脚上穿的靴子 上面刻着一部副船长詹姆斯的名字 真没想到希基竟然为了脖子 将他的尸体给刨了出来 克罗泽怒火中烧弹也无可奈何 斯坦利疗伤时便将希基营地的武装告诉克罗泽 分清形势后克罗泽提醒斯坦利做好准备 虽然临走前嘱咐爱德华继续难行 但克罗泽了解爱德华的性格 在天黑前一定会带着十几个武装的船员赶过来营救 但斯坦利并不打算离开这里 因为他的手上沾满了同伴的鲜血 虽然没有十七肉 但也感觉自己罪恶滔天 此时他的心里早已经有了打算 嘱咐克罗泽如果有一天自己变成了食物 只能吃他最后的脚底皮 克罗泽不想斯坦利这么悲观 但也将这番话记在了心中 同时告诉几个不愿在受着希基威胁的船员 等来了救援带他们一起离开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正如克罗泽所想 打算抽掉一只小队攻击希基营地展开营救 在生死时刻什么军令什么信仰都显得一文不值 在帐篷外留下了三瓶罐头丢弃了患病的船员 虚弱的爱德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员离开 自己也成了被遗弃的人 恍惚间他看到一桌的美味佳肴 克罗泽船长就坐在桌前 他爬上去向船长求救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这个忠心的船员临死前挂念的依旧是他尊敬的船长 等克罗泽清晨醒来 正那么爱德华为什么没来救他 就被一名船员带出来吃早餐 而今早的食材竟然是斯坦利医生